嗨 學弟妹們大家好 今天應該是那個大學入門的seniors talk 所以那我就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美國交換一些心得 然後還有準備的過程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輔大英文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的英文名字是Andrea 中文名字是林書玉 那我就分成不同的階段來 就是講一下我在美國交換 準備期間然後心態 還有在這邊實際交換的感覺 好 首先我想先說一下 為什麼想要來美國交換 那想來美國交換的原因當然是因為 我在輔大英文讀英文系嘛 所以就會覺得如果可以到美國 上寫作課 然後跟就是文學課 因為就是我進英文系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喜歡文學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能夠到 真的就是英語系國家 跟歐美學生一起上課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然後再加上 交換其實是一個很省錢的方法 因為你只要付福大的學費 然後你在姐妹校 只要就是負擔生活費 跟住宿費那相較起來 如果你實際付這邊的學費 上學的話那個費用是相差非常多的 所以我覺得交換 其實是一個非常經濟實惠的 一個選擇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因為是大學最後一年 所以我會覺得交換的話 給自己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挑戰 因為你會到一個完全 朋友圈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完全用不是你母語的方 不是女母語的語言 去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會是一個在你出社會 甚至是去讀研究所之前 很好的一個磨練 因為不管你去哪一個國家 不管你是去英語系國家 或是甚至韓國日本都一樣 就是你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用不同的語言去溝通 我覺得那是一個讓你很容易 就是跳出自己舒適圈的一個方式 然後 至於選學校的過程 方面是我在填志願的時候 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想要去美國交換 一個是我想要去韓國交換 那我會著重在美國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本身對美國的 學校並沒有太多的了解 就是姐妹校的部分 所以我會做的事情是 我會去學校的那個交換 交換學校姐妹校的網站 然後我會去一個一個看他們學校 他們專攻的是什麼 因為像有些學校你會很容易發現 他可能是專攻理工科的 然後有些可能是文學比較好的 那因為我想要讀文學 所以我就會專注在那些文科 比較好一點的學校 那像理工學院的話 如果你對理工學院的學科 有興趣的話那你也可以學 你在這邊可能有一些選課的自由 你就可以看看 欸你有沒有除了文學之外 有想修例如說廣告 可能哪一間學校廣告系特別強 那要怎麼去看這些學校裡面的課程 就是複製那個學校的名稱 然後你就去他們的 例如說系所去看 那像因為我現在讀的是 在威斯康辛州的 Marquette University 那當時我就是看到他們 學校有提供 鄭奧斯丁小說課程的大綱 那我就知道說 喔這個學校提供的課程 是我很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把它排在 排在很前面的 呃我的志願很前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 對於姐妹校有疑慮的話 你一定要去各個學校的網站 看他們專攻的 呃學課是怎麼樣子 不然到時候如果你隨便選的話 可能你會發現你想要選的課 都找不到這樣子 我覺得課程是很重要 因為在這邊的話課程 並不會比輔大輕鬆 所以能夠找到你真的喜歡 有興趣 然後想要去挑戰的課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真的有交換的心 然後要準備的話 就是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當然就是 很認真的讀書 因為校內 校內排名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像交換的話 應該蠻多人知道說 它有分不同的比例 例如說像你考那個證照 例如說托福啊雅思等等 就是語言檢定部分 然後還有你校內成績部分 然後還有書面審查的部分 那書面審查的部分 我記得學校 並不會要求很複雜 就是要你做個大概兩頁A4的 簡介 就是你稍微介紹一下自己 不需要準備很長的 讀書計畫啊 自我介紹 都是以精簡為主 所以那個部分的話 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比較大的問題是 校內成績跟語言檢定的部分 那語言檢定的部分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考慮要大三大四 去交換的話 那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在學校 接受很長期的英語訓練 其實你對於 英文閱讀啊 口說都有一定的程度 當時我是沒有特別準備 我大概就是寫考古題 寫大概兩三份考古題 我就去考了 那當然如果你自己比較擔心的話 你也是可以去補習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英文系的話 你就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去做考古題 然後看一下你比較喜歡 雅思的考法 還是托福的考法 然後去 選擇你想要的考試 然後 我覺得做考古題 就是 就夠了 除非你覺得你的口說需要加強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校內成績的部分 因為它 排序比例很重要 很重要嘛 所以你 盡量維持自己在系上的百分比 前面一點 這樣子你 比較多有機會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學校 然後再來是 學校排名很前面對你自己有好處 因為 你 如果認真 就是我認為是 你如果認真做學校的作業 然後 每個報告口語報告都認真做的話 其實對你在 美國或是 英語系國家 或是任何其他國家交換 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你是需要說英文 你需要用英文做報告 你需要用英文在課堂上跟大家討論 那 等於你在 福大英文系俗做一切 都是為了你在 交換的時候 能夠更好適應的準備 所以如果你在福大 沒有好好把握機會 認真念書 認真做報告的話 其實你在交換期間 你會覺得 我相信 會覺得就是 格外的困難 因為 並不會比福大輕鬆 這是一定的嘛 因為 畢竟 系上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美國人 甚至是 就是 都是說英文的環境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兩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自己 適合自己的語言檢定考試 然後第二個就是 認真準備 校內的功課 然後 讓自己的排名前面一些 這樣子 你在選學校的時候 有更多的自由 因為 這樣排序下來的話 雖然你有 大概六個 學校的選項 但是如果你 校內排名很前面的話 你就不太需要擔心 自己會不會上 因為 等待的過程其實是很煎熬的 你必須要準備很多書面的資料啊 所以 如果你的校內成績比較前面的話 你就可以用比較輕鬆的信 他去準備交換的過程 那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在美國的心得 這樣子 那 因為我在這邊待了將近快要半年的時間 有半年嗎 就是大概一個學期快要過完 這樣子 那 我在這邊要準備待 整整一年 然後明年六月會回台灣 這樣子 那 我在這邊看到的 蠻驚訝的是 其實大部分的學生來這邊交換 都是交換半年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你需要考慮的是 你想要在這邊待半年 還是待一年 那 基本上我會建議 在美國這麼遠的地方 待一年會比較好 因為 你才到這邊 然後你可能兩三個月 去適應這邊 所有的學 學校課程啊 環境 朋友圈 等等 你全部適應完之後 你才剛開始步上軌道 你就必須要回家了 那我覺得這樣的感覺是很 也不是說很欲足 但是我相信是有一點遺憾的 然後 像在這層樓 跟我一起住的很多同學 他們也 因為這半年 覺得很喜歡 學校的環境 他們也跟自己的學校 申請說 想要再多待半年 所以我覺得 如果來美國的話 待一年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在這邊上課的話 因為我 有一堂寫作課 三堂文學課 所以 閱讀量非常非常的大 幾乎一個 一個學期要讀的小說 大概有超過20本 這樣子 那所以 如果你對於文學很有興趣 你來美國 想要幾乎都是修文學課的話 那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它的功課量會比福大 再多個 一兩倍這樣子 我 呃 個人是覺得在福大的 就是 學習啊 功課量已經算是還蠻 對學生來說還蠻重的 但是在美國 我覺得 呃 功課量不會變小 就會變多 然後再加上語言的部分 你必須要逼迫自己 就是 跟其他美國學生一樣 因為他們很注重 上課發言 當然在福大也是一樣 但是因為 我在美國 所上的所有 文學課 都是非常非常小班制的 你完全沒有辦法 坐在 呃 教室的最後一排啊 然後 就是 你沒辦法把自己隱藏在教室裡面 所以變成 你必須要非常積極的發言 然後 你必須要確保 你每一週 都把該開的書看完 我在這邊 經歷到的一個 比較挑戰的是 在英文系之後 我一個人是交換生 就等於說 在整個英文系裡面 只有我一個外國人 所以 呃 當然我不會覺得 上課的時候壓力特別大 但是會很希望 就是求好心切 希望自己可以表現得更好 不要說 就是丟腐大的臉這樣子 那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 所有的課 我都非常喜歡 雖然它 閱讀量很大 挑戰性很高 可是 教授也都非常認真 然後 上課得到的收穫也很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對於 呃 寫作跟文學 你想要再 呃 精益求精的話 美國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選擇 因為 幾乎很多 我 至少我在 我這間學校裡面 體會到的是 呃 文學課頭同學啊 他們都非常非常認真 然後 上課的那個 發言啊 都是這樣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的 然後 是讓人很過癮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那如果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 可以 就是 呃 例如說寄E-mail之類的 就是我可以 可以問學長寄我的E-mail 然後 可以的話也可以回答大家 這樣 然後 生活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因為我只能從我現在讀的這個大學來講嘛 那 那 我在 Marquette裡面 體會到的是他們有非常好的機制 就是 他們把國際生都 呃 幾乎大部分的國際生都安排在 一個叫做 Global Village的地方 所以大家會住在同一層 然後大家會有不同的活動 然後 整層樓的感情都很好 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對於 交換生來說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因為 你跟一群來交換的人 住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 的 就是目標跟心會比較相同 因為像 在美國這邊的學生的話 他們 比較是專注在自己的科業上 可是在國際村的話 我們是 跟美國人還有國際生住在一起 那 美國室友都會很認真的幫助我們融入環境 然後 可能會帶我們去各個在小鎮 可以探索的地方啊 然後大家可能會一起出去玩 我覺得 那個氣氛是很好 難得交換經歷耶 讓我覺得 就是很溫暖 然後你可以很快速的 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 要一起去旅遊的時候 你也很容易找到旅辦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這間學校 做得很棒的地方 那如果你對語文學有興趣的話 那Marquette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只是因為它在威斯康辛州 所以 它天氣稍微冷一點 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特別怕冷的話 那你可能要稍微查一下 就是 就是關於威斯康辛州的天氣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所以 其實天氣跟 一些 就是學校裡面的文化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 像PTT啊 或者是Dcard上面 也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所以 建議交換之前 你可以多上網搜尋一下 跟自己學校 自己有興趣的學校 有關的資訊 這樣子 比較不會說 你去交換的時候 一直半解 或是心裡很慌張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也可以 就是上網找 之前的學長姐有去過 曾經去過某些學校 你可以問他們的經驗 還有 出發前應該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覺得 問學長姐 或是去過交換的人 是一個很棒的 就是 很棒的方式 因為他們知道怎麼樣做 可以最有效率 怎麼樣做可以最省麻煩 最省錢 所以我覺得 適當的尋求幫助 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自己一個人 埋頭苦幹了 是要記得上網 找資料 或者是找身邊的人 尋求幫助 如果有人想要一起交換的話 一起準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以一起 準備語言考試啊 準備書面審查資料啊 然後一起在系上認真念書 然後讓自己的排名更前面 然後這樣子 得到交換的機會就會更高 這樣子 那希望這個影片 有幫助到 想要去交換的 所有的人 然後也希望 你們如果問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問我這樣子 好 大家掰掰